本來是五九幾天 要走停一下 我是很感激 我就覺得說 你都沒辦法結婚 這樣要一直打開 這樣也是很感人 躲了一段時間 我這樣你還叫人疼 跟你說沒了嗎 沒有 我們還買 但是 人家在賣 對 怎麼樣 林靜安早烈六大罪狀公神 李寬成妹妹感激完財產全被轉走 2月1號 一半九一天 真的打工 她的同學要去看她 然後一間我就不去 對 那一間就辦 不過那個朋友就擔心了 一個人就怎麼樣 一個人就好 一個人就很快 六十六歲作詞人李寬成 今年四月大長來哀室 兒子李卓軒 先前雖說不需要宜程 但是見到小爸爸 四十歲的遺症林靜安 長期抽菸 酗酒打電動 如今等尾條控訴 我爸跟林靜安根本沒戀愛 被他使喚洗衣服 煮飯賺錢 他就是巨嬰 就連李寬成妹妹也說 當初他生病無法自離 都是找他這個妹妹求救 那碗都沒洗 衣服也沒洗 還有本事 我爸爸都沒給 他自己在裡面 他擱小聲 他會擦到裡面去 他喝小酒 什麼什麼 什麼都沒做 只能當家裡有他的電動 酒 酗酒 酗酒 整個洋酒酒被都喝光 然後他在裡面摔東西 然後造成出戶的困擾 然後管理人通知我的 然後管理人也有報警 活力全開的李卓軒 列出林靜安六大罪狀 一假結婚徵纏 二不處理遺產稅和繳房貸 三偽造文書 四精神狀態不穩定 五 霸占老家 領光存款 六 海葬當天神隱 啊 就是 有好從 二十八號李卓軒 投羅爸爸海葬當天 只有他和姑姑到場 林小姐怕負擔 喪葬支出直接神隱 整個後世過程 我都有通知他來 他指揮我不需要參加 靠著李昆成留下的紀念帳號 李卓軒多次 透過爸爸臉書發文 怒轟林靜安怕他征轉 直到李昆成氣切才通知他 進去的時候 就去政府兵娃 嗯 那政府兵娃我就說 阿里要緊張 躲了一段時間 我說 阿里要緊張 阿里要緊張 他都賣了嗎 沒有 我們哥賣 但是 人生人人在 欸 阿們啦 本來我自己都在說 時間沒了 不知道是我們哥說的 或是說他看我很辛苦 他說 欸 我可以回社員府 我們一個人報告 然後他就是過早上 阿我就是過完 我跟今晚都沒有結婚 但李卓軒表示 金恩最關心的就是我爸的手能好起來 每天按摩他的手能寫文件立遺註分產給他 用結婚方式投過房產 我也看在眼裡 但是我忍了 因為這樣他才肯放過我爸轉到安寧 若你要房產就給你爸 把我爸還給我 讓他好好走吧 所以他在安寧當面嘲諷我姑姑 把所有財產都被他轉走了 那你有打算就是提高就是 清暫或者是偽造文書這一塊 對 清暫偽造文書時 公務人員增載不齊 而且他申請的過程都是 盛照我爸的簽名 因為我爸的手能離我爸的手持人 他必加清見 王到底正財產 李卓軒澄清 之所以出面爆料 並非為了徵產 除了擔心老家被法拍 也擔心林間精神狀態不穩定 父親的黑膠收藏被破壞 不要繳四萬七的房貸 他沒有能力繳 一個四萬七喔 他不是我的名字 我怎麼可能去繳 我沒有要一定要搶他這間房子啊 他如果是可以好好的繳房貸 把我爸的那些黑膠 就是做一個很好的處理 嗯 沒關係啊 我可以給他沒關係啊 可是他 他就是不足利嘛 喝酒不好 喝酒不好